可以嗎 好 那我們請這個工作人員幫我們說 欸不要喝啊 這不能喝啊 對對不對 可以喝的在下面 在下面有藏飲料 好 好 今天很開心來當一日店長 但平常你應該就是很愛戴飾品 那你會怎麼樣來搭配 我會怎麼樣來搭配 我自己還蠻常戴珍珠項鏈 因為珍珠項鏈其實是一個蠻百搭的搭配 然後我自己除了珍珠項鏈以外 然後也愛戴銀飾 所以像我今天這樣子 就是珍珠項鏈然後銀飾的混搭 然後做疊戀就是 在平常就算穿的比較 顏色比較素一點也可以很有層次 那你這是第一次做手作嗎 你感覺怎麼樣 第一次做 哇 感覺很療癒欸 尤其在做那個流體熊的時候 因為我自己本身就是 就是喜歡收藏這樣子的藝術品 然後又可以用自己的喜歡的顏色 然後自己的方式去完成它 然後擺在家裡就會覺得特別有意義 像我這次做的就是 是用我這次的北流演唱會的主色調 然後也是我新專輯的主色調 就是紅色黑色還有銀光綠這樣子 然後去做搭配 這隻熊就變得 就是非常符合我這階段做的事情 然後將來我回去看到這隻熊的時候 就會想起來這時候做的事情 很有紀念的意義 那如果你有機會私底下來做的時候 你有沒有想說 欸 那要送給誰喔 我私底下來做要送給誰 我可能不會私底下做送給誰 我應該會帶著對方一起來做 因為我覺得這次主要是享受那個 在製作它的過程 然後因為每一個人都有自己 在製作這些飾品啊 這些流體熊的時候的一些想法 所以讓他自己去來體驗的時候 感覺那感覺比較不一樣 最近工作也是非常的忙 有沒有一些工作進度要跟大家分享 最近就是一直在努力的做專輯 然後然後也在籌備我 接下來在9月23號的演唱會 然後有不管是自己的作品 然後也有一些合作 我接下來還要跟小派派韋君 再發一首新歌 所以就是很忙碌啦 不管是節目啊 音樂啊 還是各方面都 就像我昨天 我今天早上才從台中回來 然後前天在高雄表演 然後高雄然後昨天台中 然後今天再來這邊活動 就是非常忙 全台跑透透 對 跑起來 可以持續關注樓俊碩的 這個Instagram跟Facebook 都有最濕的動態喔 好 大哥大姐還有什麼問題嗎 好 我們今天謝謝樓俊碩 我們電子媒體聯訪呢 到此結束 謝謝 歡迎我們今天的一日店長 最帥氣的樓俊碩 歡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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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秀樓俊碩 今天很開心請到樓俊碩 那我們也請兩位長官呢 一起到我們的背板前 我們先讓媒體捕捉一下畫面 好 今天穿的是 藍色配上這個 我們樓俊碩的串珠喔 脖子的串珠呢也是 我們樓俊碩的串珠 他也是他自己搭配的 好 我們先看前面的女士 OK嗎 OK嗎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 在這個交換實驗室裡面喔 其實他的串珠 有很多不同的 可以配出 你自己習慣的風格 創造 以及 自己的時尚 好 我們看一下喔 他右手的 黃色帽子的 下方的男女士 好 接下來可以 好 我們請樓俊碩呢 讓大家打開一下 樓俊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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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duction 台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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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